小花那工钱不想要了是吧 怎么了邓总 这外围线条哎不是让你带过吗 说了这么多次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我跟兄弟们说了 他们说按支援图子施工 到时候检查跟图子不一样 反过算谁的呢 不会有问题 这就上面浪改的 你口头说了我可不算 到时候验收接管又大麻烦 这工历上啊 你这样斤斤计较 往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呢 就是不想帮忙他 帮忙啊 兄弟们说的干活是给你帮忙的 我们来的时候一张图子一个担架 先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 兄弟们要吃饭了 这样子 加上外景平方 这样小花 这次就算了帮个忙 这哪是帮下忙啊 这都三十来城啊 我明年呢还有两栋高层 到时候一起包给你做 邓总 你这捕花比你很大 算了算了 你这是找你做吧 我还是不干了 哼你不干是吧 这可是你说的哈 到时候啊 你别以为我找不到能来干 你现在把六十万的公众款给我结了 还想结款呢 等我到时候再通知你 小刁 这活怎么样 嗯还可以 随随便便干的都有七八百块钱一天 单价和电话里说的一样 请没问题 看一下 这不是华哥嘛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你这样 这边先别做 等他把我钱接的再说 邓总 你这什么意思嘛 这工地啊 是他干了一半 不想干了 还想结款 你不用管他 你先干着 这活我干不了 这现在可是捡钱的活 怎么干不了了 你先把他事情处理完 再找我们干活 好吧 哎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是规矩 小花 你说三番四字的人想干嘛呀 我想干嘛 你说我想干嘛 啊 你把我的钱结了不就好了吗 我说是怕你了哈 钱我给你结了 看以后谁敢找你做事 你以后叫我来做事 你要看我来不来 这人生啊 多少真情被辜负